你知道守村人的传说吗 我是世上最后一个守村人 夜晚守村里的平安 白天还要被聪明欺负 在他们眼里我是傻子 可这偏远的山村 夜晚真的不太平 二少 救我 我怪长谷住了 三分钟后 他俩被我捞了上来 冻 冻死老子了 二少 要不是你 我就没命了 你真是我的救命人人 等我支教完 我带你去外面玩 包吃包住包路费 我出不了这山 你带一根打鬼边走吧 哎呦老子真是晦气 算了算了 不和你这傻子一般计较 切 走了 回家吃饭去 陈丽被我推下壶以后 村里人安分了不少 大家觉得我又开始犯病了 晚上连出门的人都没了 让我松了一口气 每天晚上一到十一点 我就会在村里到处溜达 如果看到有人还在外头没回家 我就会拉着他们事情推回家 围着我没少挨揍 但是就算顶着满脸狱青 我也招干不误 村里人对这事情又岂有无奈 最后只能顺从了我 在我的影响下 家家户户基本都睡得很早 也不会在晚上出门了 今天天气很冷 村主任家却罕见得灯火通明 因为陈大明明天要办喜事 他的媳妇是村主任 花大家钱从隔壁村买来的 还是各大学生呢 流行华被绑来以后 去说不哭也不闹 每天都躺在屋子里睡觉 明天就是他们举办婚礼的大日子 二傻 开门二傻 喝喜酒去了 得睡了 听到喜酒喇子 我已孤独从窗上座起身 你 你怎么穿一身白衣服啊 你穿这样会被人家给打出来吧 这本来就是丧礼 陈大明去的 是个死人 二傻 你这样去真的会被人家打的 农村人都比较传统 特别讲究这些东西 哥 听话 咱们换一套衣服再去 周冰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嫌他烦 直接将他锁在屋子里后 出了门 陈大明要是同刘幸花结婚了 那这婚就是明婚 七天以内 他就会被刘幸花带走 成为一对个鸳鸯 陈丽 随理两百 张二傻 随理一 明弊 受理的管事 鼻子都气歪了 来人 把这傻子给我插出去 张 张二傻 你存心捣乱是吧 大明 大喜的日子 别和这傻子一般见识 就是 大明 二傻从小就是个傻的 咱甭打理他 你今天可是新郎官 我这就是把二傻赶走 别气别气 他的一帮普通狗 又把我围在中间 其中一人手上 还拿着条绳子 我从小力气就特别大 这几个人都爱过我的走 看到我杀锅般大的拳头 几人都有些反处 谁都不想当第一个 爱拳头的人 二傻 今天是阿明大喜的日子 你别闹了 乖乖回家 我给你端一盘红烧肉来 我没理他 而是专心地看着正房的方向 对付鬼 都要讲一个心理后兵 我穿着丧服 还拿了名币 表示我不但知道 刘兴华是个死人 还愿意好好和他商量 门口动静到那么大 刘兴华肯定已经知道我来了 刘兴华 出来 这婚礼不许结 我刚喊完 胡拉拉跑出来医院子的人 呀 想婚的还是一个傻子 有了今天这场面 我这五十年的习才算没有白吃 有热闹看了 我没理他们 继续对着屋里喊刘兴华 刘兴华 你给我出来 别装没听到 今天这婚 我是不会让你结成的 就在这时 冤泪传来了一声忧愿的叹息 二傻 你不该来的 刘兴华穿着一身喜情的打红假衣 脸被擦得血白 他脸不轻移 鸟鸟听听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二傻 你不该把我们的事情说出来的 我还以为 你能保守这个秘密 我有我的责任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强迫我也没用 哼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二傻 我和大明已经成婚了 我现在是陈家媳妇了 求求你 放过我吧 你还没上祖谱呢 没上祖谱便算不得陈家父 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 不跟我走也得走 刘兴华不到一旁的陈大明怀里放声大哭 大明 我被二傻欺负好多次了 是我对不住你 我有些生气了 这个女鬼为什么要骗人 你胡说 明明就两次 哪里有很多次 刘兴华在被绑来第一天晚上 就被陈大明强睡了 当天晚上 他就吊死在了自己屋里 像他这种被男人欺辱而死的女鬼 叫怨女 怨女的怨气很大 他们以鲜血为食 靠吸取男人的氧气凝聚踢破 刘兴华刚死 鬼魂不够凝聚 要七天以后才能吸取氧气 而这七天内 他需要大量饮用夹勤血 这几天晚上 他总在半夜流出来 想去投别人家的鸡 都被我赶回去了 我跟你拼了 陈大明 我帮你对付他 你咋还不领情呢 以往大家看你 可怜不和你计较 但是你这次 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大家伙上 把他绑了 送祠堂 双拳难敌四手 好还架不住人多 我被乌花大绑关在祠堂里 周冰安这一叠肉包子 走了近来 二傻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原本以为 你虽然不太聪明 但是赤子心肠 是个好人 可事底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他将一个肉包子 塞进我嘴里 一边为我吃东西 一边叙叙叨叨 欺负女人是不对的 我知道你年轻力壮 难免会有身体需求 但你这是在犯罪 我没有欺负女人 刘兴花不是女人 是女鬼 今天是她的头妻 要是我不拦着她 明天早上陈达明帝死 该死 我要怎么和一个 没上过学的人解释呢 这事上根本就没有鬼 周冰绝望地用头撞枪 过了半晌 他才站起身 开了拍屁股要走 你回来 把我绳子解开 二傻 虽然你是傻子 但也要为自己做的念负责任 我有些烦躁 这些人才是傻子吧 一个两个 都听不懂人话 我不是送给你一根打鬼鞭吗 你把那打鬼鞭 放到碗里导出枝叶来 将那枝叶滴到眼睛中 就能看见鬼了 要是我今天晚上不出去 明天你就等着 参加陈达明的葬礼吧 我的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 周冰愣了一下 面上显露出几分游一 陈达明只是一个开始 他死了之后 信花每隔七天就要杀一人 到时候全村男人都要死绝 周冰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毫不犹豫的转身走了 五分钟后 周冰是魂落魄的 进来 好似身后有野狗在追 这不可能 鬼 假的 都是假的 小伙伴们 后续内容正在制作中 提前看后续 点击左下角下载研研 安装完成后 搜索守村人小凡 出来的第一个就是